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发表2018资成台湾企业领袖调查报告,在针对寻找数位化人才方面,有近半数的台湾老板认为有相当程度的困难,而有88%台湾老板竟打算用改变员工服装规定来吸引人才。 根据资成公布的调查报告,有46%台湾企业领袖都表示寻找数位化人才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归纳回复分析发现产业不符趋势乃是人才难觅的主要原因,其次为公司福利不佳,企业规模太小等。 至于吸引数位化人才的策略,台湾老板采取的策略前五名为改变员工服装规定88%,与教育机构合作88%,将营运据点迁往人才聚集处87%,谈性工作82%,和外包给外部厂商78%.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台湾老板打算用改变员工服装规定吸引人才同意和非常同意合并有88%,高居第一,全球企业打算用这种策略的才52%, 在十种策略中,台湾老板最不重视的倒数三名为落实持续学习和发展计划58%,建构现代化的工作环境推出数位工具营造协同合作的环境69%,以及改善薪资和福利74%, 至于全球企业领袖的首要策略则是建构现代化的工作环境推出数位工具营造协同合作的环境86%,其次为落实持续学习和发展计划85%,这两个正小是台湾企业主最不重视的策略。